措手不及嘛 特別還在中秋節前夕 的確啦 滿傷感情的 你做了哪些改善 你講出來嘛 那做了哪些溝通 你講出來嘛 如果都沒有 那就是你XX 你國民黨團結都不會贏了 不團結一定輸嘛 袒護XXX 好像就像蓋牌嘛 靠意識形態 終究是不會成功的 你光寫信有什麼用呢 人去才有用嘛 心心念念只有XXX 他半年前知道他結果什麼都沒做 而且大陸方面好像有通知他啦 一個是有13次的通知 一支有6次的通知有蟲害 那當然就是說 我認為大陸突然就是說 昨天就宣布 然後今天就停止 我覺得這是太急促 這不好 讓我們農民沒有什麼時間準備 這種東西通常要給一個緩衝時間 譬如說我三個月之內 如果你再不改善 我就要停止 我覺得這個賣方是有這個權利的 買方啦 買方有這個權利 但是不應該是斷然 突然立刻讓人家措手不及嘛 特別還在中秋節前夕 的確啦 蠻傷感情的 那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就是說當他通知你的時候 因為你已經有前車自鑑了嘛 但是鳳梨也是嘛 他說他已經通知你幾次了 那通知你到底我們做了什麼改善 有改善還沒有改善 如果有改善也要告訴他說 我們很努力的在做這些改善等等 那當然啦 這些當然是實際的 實際的檢驗的問題啦 但是真正問題我覺得還是政治啦 就是說這些都是表面的 那你說以前就沒有蟲的問題嗎 以前就沒有借客蟲嗎 我相信一定有的啦 但是以前為什麼就算了呢 以前人家就讓利就睜著眼閉著眼就算了 那現在人家不讓了嘛 因為兩岸關係緊張就不讓了 當不讓的時候 當然就是這個按部就班來嘛 照規矩來嘛 那照規矩來你就可能不能通過了 所以我覺得兩岸還是對這個農產品 還是要趕快來重新來協商啦 那彼此有一個善意喔 然後彼此呢 有任何問題呢 都能夠透過協商解決啦 而不是通知 我停了就停了 那農委會呢 他看起來他也沒做什麼事情 然後就是說 大家 上次叫做愛國鳳梨 現在是愛國釋迦 愛國蓮霧 現在是愛國柑橘 我們到底要愛多少治國呢 英年要愛幾治國呢 那你說要這個分散外銷的國家 那你這半年來做了什麼事呢 什麼也沒做啊 你分散了什麼呢 也沒做嘛 所以農委會現在打屁股啦 其實什麼都沒做 然後到時候把責任推到大陸 都是他很壞 好像這樣就可以把責任推掉了 要不然就是拿納稅人的錢 然後我也拿10億出來拿 這個10億 那個10億 那個10億 你到底有多少個10億嘛 我覺得這是 雙方當然都要 如果你問我我覺得雙方都有責任 但是人家是買方嘛 你是賣方嘛 我們通常賣方 總是問買方說 到底你要買什麼 你要什麼樣的品質 你要我怎麼改善 這是賣方的態度嘛 那買方呢我覺得也要顧念 這個農民其實很辛苦的啦 那不要這樣說斷就斷喔 這樣是不好的 趙哥你覺得說的話 這個過程當中有沒有息息 應該應該來做 當然應該嘛 也就是說你說你不知道就算了嘛 比如說你第一次鳳梨 你可能覺得哇 突然 那你就知道他手段就是這樣子啦 那中間也通知你啦 那你做了哪些改善你講出來嘛 那做了哪些溝通你講出來嘛 如果都沒有 那就是你擺爛嘛 那擺爛到最後就責怪大陸嘛 就他很壞 然後呢這個我鼓勵大家吃愛國水果 然後再補助 他的招就這個啊 老梗就這個啊 沒有什麼新的創意嘛 沒有喔 那先生您講就是說 其實現在早上有學者去到 如果我們透過他講 WHO的訴訟去走了 那走18到24個月 農民根本等不起啊 那即使如果假設好結果 是還農民公道兩年後 那如果沒還農民公道 等於台灣結果被認證是有問題 我認為你到WHO你根本告不贏啦 WTO 你根本告不贏啦 你到WTO怎麼會告得贏呢 因為你是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這樣突然幫我停了 那人家問你說 那為什麼我的水果都不能外銷到你那邊去呢 就是我們現在不准大陸水果到台灣來 我們水果可以去大陸去 如果你要告他 他就拿這一點就好了 那我的水果能不能去你那裡呢 你怎麼告呢 你WTO一定是講互惠平等嘛 那其實從某個角度是道路在讓利啦 這麼多你道路讓利 因為他地方很大 我們都讓你一點沒有關係嘛 我還擔心呢 如果從農業產品變成工業產品就很麻煩了 農業產品呢影響人很多 影響農民的生氣很多 但是他到底那個產值是很小的 工業產品呢那個產值是很大的 如果你從農業再搞到工業 兩岸關係繼續不好就很麻煩啦 是 那農長我想另外請問一下 有關於黨主席選舉 因為現在就有不少的縣市首長 南英縣市首長紛紛表派說支持朱立倫 你怎麼看這個現象 就是國民黨的黨員有三大部分 一部分呢就是黃復興 大概佔三分之一 投票率高 第二部分呢就是地方派系 以及地方首長 這是第二塊 第三塊就是獨立自主的選民 獨立自主選民以往的投票率比較低 因為沒有人去動員他嘛 事實上朱立倫在地方縣市長這塊布局很久 事實上呢在之前我就聽說很多地方縣市長其實支持他的 那在目前這個緊張時刻呢 地方縣市首長這個站出來表態 我覺得是可以預料的 那當然對朱立倫也有一定的幫助 因為這塊我講我們其實那個票數還不少 那你覺得說現在他這個做法會不會是有一點是棄江寶竹 因為現在都很擔心說會不會是有這個江啟成的西瓜效應 大家都要捨棄江啟成然後去搞朱立倫 所以才會站出來去立體他 可能有一部分是這樣 我講有一部分是朱立倫早就部署好的 因為我知道之前很多縣市長都答應要支持他的 那另外一方面是可能大家也擔心啦 就是說 比如說張亞中如果當選會不會他的這個兩岸 兩岸政策主張比較激烈嗎 那麼會不會造成明年的選舉不好選 所以呢也會有一些地方政治人物呢 趁著這個機會呢趕快 這個跳船啊或是表態啊 是有這樣的這個現象是有的 那你覺得現在 因為現在樓正常也有在臉書發文說 如果是張亞中當選的話 2022跟2024 共產黨就會成果 你覺得晚安聽怎麼看 現在好像獨立的 張亞中這個聲音非常大 我想大家很擔心 這個民調的關係 真的會成真嗎 主要還是兩岸政策 那張亞中之所以 這麼受到這個強烈的支持 一軍突起 也是因為兩岸政策 那大家擔心也是兩岸政策 就擔心說 會不會把國民黨搞得非常紅 把國民黨搞得這個將來很難選 因為民進黨現在 民進黨都給你戴帽子了 說你是親中賣台嘛 那如果張亞中他那麼這個 這個積極的兩岸政策 會不會讓大家更擔心 那這個問題是張亞中必須要解釋清楚 張亞中必須要解釋清楚說 他不是 他如果當選黨主席後 他的兩岸政策是怎樣 他跟大陸的關係怎麼樣 他怎麼化解一般選民的疑慮 我覺得張亞中有責任要把他講清楚 他現在是就是 因為大家被冠上這個紅派的這個帽子 所以他是想說自己可以把自己送去考驅會 把他送去審查證明說自己的清白 你覺得他這個作為怎麼樣 來不及了嘛 你現在今天已經禮拜一了 禮拜一就要投票了 對不對 現在誰敢把他送到考驅會 上次要送他已經嚇死了搞得軒然大破 所以這個不通啦 他自己要解釋啦 他要很清楚的解釋 人家對他以前提出來的這個 譬如說這個什麼一宗銅表啦 或是反正一些他的兩岸主張 他必須要解釋給大家聽 到底他的主張是什麼 因為既然有疑慮嘛 你就解釋清楚嘛 所以您會贊成 你會認同說現在好像真的有 七江寶珠這個情勢 真的出現嗎 這樣當然對江其實很不公平 那這個時候選民自己決定 那會不會有 我可能要到最後才決定 通常不會這麼早的 通常是選前兩三天一兩天 最後選民或是黨員 他才會去決定他要投誰 那江啟成當然他現在極力獎嘛 他說不應該會有七江寶珠 那這也是江啟成必須要努力的 要Hold住他的選票 江啟成他就說不要換住事件成員 那最後我想問董事長有關於現在 因為民進的提倡戰鬥來 可是現在黨內似內鬥得非常非常明顯 那你怎麼看這個局勢 會不會現在變成大家內鬥一團招 然後變成前後之後沒有辦法和平 沒有辦法合作的關係 我們希望說黨主席的選舉是有競爭 而不是鬥爭嘛 不必搞得你死我活 而且黨主席的位置多辛苦啊 說錢沒錢 說人沒人對不對 國民黨現在是弱勢的 要震衰起壁 要重新拿回執政權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那有這麼多人願意競爭本來是好 但是如果打到這個你死我活 就沒有必要了 那現在鬧的這些人都不是戰鬥籃嘛 戰鬥籃是不會搞成內鬥的 內鬥籃不是戰鬥籃 但是我相信選舉以後 我們也希望能夠發揮一定的關鍵的力量 那至少我個人會努力來促成 選後他就要團結了 選後不要再把這個選舉的恩怨 帶到選後去啦 你國民黨團結都不會贏的 不團結一定輸嘛 一定不會贏的 董事長我想再多問一個知識 你是不是有關於視察貓 他自己驗抗高端這件事情 現在是比如說要裁拔 甚至核心都要裁拔的 我覺得很無聊啦 查什麼呢 今天英國 美國 香港 日本 都開放了檢查這個抗體嘛 那每個人有知道自己抗體的權利啊 對不對 你政府應該開放嘛 要普遍 像日本都普遍開放了 而且價格很便宜啊 你不開放你還要罰人家 這沒有什麼道理嘛 對不對 你就指定12家 就非這12家不可 這什麼道理呢 你不壟斷嗎 你應該鼓勵大家去檢查 每個人都知道說 我會打完疫苗以後 到底到底這個 有沒有抵抗力嘛 那如果你說抗體不夠 那就再加做綜合抗體嘛 對不對 就是你給大家一個指引說 到底怎麼樣 我才能知道我打了疫苗有沒有效 那這樣會大家覺得 好像就是想躺負高端嘛 好像就想蓋牌嘛 這不對的啦 剛剛有一個新的訊息 就是說可能9月22號這個PNT 就是沒有標籤的 沒有這個 不太標籤的可能就會過來了 那現在是在等飛機要起飛 那我們當時網路的這個標籤 其實長得很久 就是大家也犧牲了 八百多兩年 那因為這個疫苗 就是台版標籤又過來了 就是心裡會不會感觸兩多 我覺得這個標籤真的是看不清楚 對啊 其實如果早一點 大家不要這麼介意標籤 介意實質 而不是一個表象的話 早兩個月其實BNT就可以來了 對 就是少掉很多人確診 少掉很多條人命的損失嘛 那當然是 我覺得政府必須要學到 意識形態不能治國 你太靠意識形態治國是不對的 那支持民進黨人也要知道 靠意識形態 終究是不會成功的 不可能靠意識形態 你可以靠意識形態取得政權 你不可能靠意識形態來治理國家 這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那另外就是要催疫苗 你看郭台銘跑到歐洲去對不對 現在跟你講說 以後可能每個禮拜都來 週週都有 週週都有等等 就是努力的催嘛 韓國不是也是他那個次長 跑到這個莫德納去催嗎 努力的催 你除了定還要催 不只我定了就算了 定了再要催 努力的催 讓大家都有疫苗打 我們現在第一季 第一季現在可能才打五成多 十月說會打到六成 那第二季呢 不要只能打到六成 這邊才六趴 那就差太遠了 所以人家都是看你第二季打完 所以你第二季趕快希望 像拜年內就能打到六成以上 這樣的話大家才比較放心 才能夠有這個集體免疫的效果 趙蕊 延續您的說法 因為其實呢 郭董他去催疫苗 每週可以達到七十到八十萬 那現在不只這個南韓的部長去催 文在寅他可能下禮拜到美國去 他會跟輝瑞的CEO見面 然後談的是 聽說是談韓國跟這個輝瑞的疫苗合作 但是我們曾經部長 如果總統講是真的 好像也只有寫信 第一個他是不是真的寫信 我也很懷疑 把信給我們看看嘛 你每天都寫 每天都寫嗎 給我們看一下 每天都寫連續一定有序號嘛 對的 你光寫信有什麼用呢 對不對 你一定要身體力行 人去才有用嘛 那人家韓國很積極的 譬如說 除了自己可能在研發疫苗 在談代工的事情 在談這個合作的事情 他有很多合作的方式嘛 那我們到底進度怎樣呢 對不對 趕快告訴我們啊 然後到現在為止 看起來好像進度也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是覺得說要積極一點啦 不要心裡面 心心念念只有高端啦 除了高端還有很多合格的疫苗 比高端還好的疫苗 比高端還讓大家放心的疫苗 比高端還能讓國際認真的疫苗 這些都要努力去 不管是買也好 不管是代工也好 不管是合資合作也好 要趕快進行了 因為以後很可能每年都要打 因為病毒也在變異嘛 所以疫苗可能要變異嘛 不然是友善的 沒有人啊 不會,沒有人啊 不會,沒有人的 會不會,沒有人 要頒頭 很流暢 沒有,不然 但一直以為 迄不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